哎呀 经过这多长时间 开幕啊 十来天了 我也忘了是少说开幕 四强产生了 四强产生了 France Korotia Argentina AndMorokka 那么这四个 四个国家呢 反正就是基本上反映了 目前足球的一个世界的一个 最新的这么一个格局吧 也是差不多 比例差不多 欧洲两个 一个法国 一个 Korotia 对吧 然后四强 然后非洲一个 摩洛哥 然后是美洲的就是Argentina 美洲的代表Argentina 基本上反映了目前足球 世界足球这个格局 最新发展的趋势是吧 最新发展趋势 其中一个大黑嘛 是摩洛哥是吧 摩洛哥好像以前在世界足谈呢 也能可以 但是 好像多少次呢 我几次没有 没有 还没有打进世界杯啊 以往我记得是突尼斯呀 什么阿尔及利亚 好像都进来过 但摩洛哥也要 上次也进来过 没有进来 反正你在世界杯上很少听到摩洛哥的这个名字啊 摩洛哥是个大黑马 是吧 是个大黑马 摩洛哥是什么 北非巴巴里狮子的发源地 巴巴里狮子是最大的这个狮子 最漂亮 最雄伟的狮子啊 已经灭亡了 没想到这个 这个巴巴里狮子 北非狮子 巴巴里狮子突然复合杀出了个摩洛哥啊 这个也是怎么说呢 这次是不是在这个 在这个巴里狮子 在这个波斯湾举行 在波斯湾 卡塔尔 卡塔尔这是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别说这个 民命当中也有点安排啊 他这个摩洛哥是个阿拉伯 也伊斯兰教国家 可能也是这次首次在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举行 所以说是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 应该有个代表上路四强是吧 嗯 这是首次有这个啊 所以说黑嘛 但是当中冥冥当中 他也有安排吧 反正怎么说 反正人家还是踢得好啊 然后法国就不用说了 法国这个伊朗发 就是发挥非常稳定啊 上街就是冠军嘛 好像是 克罗地亚上司又是克罗地亚军 所以法国和克罗地亚那么好 有可能又遇到决赛上 都有这个可能性啊 这个克罗地亚是个巨人杀手 克罗地亚是个巨人 克罗地亚是个球队 反正你说这个南美族 不是南美族 就是这个巴尔干班族的这个斯拉夫人士 最强悍的斯拉夫人 最强悍的斯拉夫人 这个斯拉夫人分东斯拉夫 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 以前斯大林说 你觉得南斯拉夫的铁拖都要让几分吗 所以南斯拉夫人当中 克罗地亚是为南斯拉夫当中独立出来的 这个实力很强啊 你看他这个足球也强 而且篮球也强 我看这个塞尔的斯拉夫人亚的网球也强 塞尔维亚的塞宾 共和国的篮球也强 那的巴尔坎半岛路人普遍高大 很高大 好像高大程度紧出于荷兰的 在欧洲 所以这位人 克尔巴天山的雄名 巴尔坎半岛上的这些 也是一只啊 算东南欧 法国算西欧啊 他这个算是东欧是吧 东欧或者南欧 东欧一只南欧西欧一只啊 再加上阿根蒂娜啊 阿根蒂娜好多人都喜欢阿根蒂娜 这次叫啥 梅西是吧 我们拭目以待的啊 巴西没有想到被这个 就是这个克罗地亚巨人拧了 克罗地亚真的是巨人杀手啊 你看连税他淘汰了多少 巴西也淘汰了日本 哎呀 日本代表亚洲 应该是亚洲最强的吧 亚洲的职光 日本综合战 综合战力的日本 亚洲最强 结果没输给克罗地亚 就是点球 日本相来点球不行 日本相来点球不行 但是这样的 最后就让克罗地亚 这个巨人杀手就 杀入四枪啊 你看印法大人 英国也是 英格兰组是 也是个强队 但英格兰队的这个发挥 总是不是太这个上的地 所以总是 人们对英格兰队这个 走到哪 对不都是捏把汗啊 应该来说是 比如说八强四强 这都是有可能 但是能拿到最后的话 好像不如法国 法国对这个 哎呀 从我记得当时是 零二世界队的吗 还是法国世界的吗 都是强队厉害的 法国有一次是杀手 一球未尽 一场日银 打到洪峰 那杀手 日韩世界队 还杀手 我忘了是杀手 有一次 以后法国都很强 欧洲兵养世界队 你看上次也是冠军 法国尤其这个 法国的非洲军团 非常厉害 这中间的 好像基本上都是 黑非洲的 法属非洲的一些 成员 来一场厉害 所以还真看好法国 看见阿肯廷 但是你说克罗蒂 摩洛哥应该实力 就是有运气的 成功 具体走到 应该没有那么厉害吧 难道摩洛哥最后 能去杀入决赛 哎呀 谁知道的 反正这四枪 就是中间在这中间 既然这四枪 谁都有可能问底 我们不要把谁 小看那个队 既然那个 既然能抢住四枪 都不是这 不同寻常的主 都是厉害的主 都是非常 都是难缠的主 我们来看 这个路死谁说 好 今天我们简单说 简单说 你又说了 五分钟 那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订阅 先订阅 为大家多订阅 订阅 转发点评论 点赞 好 再见 拜拜